本年到HBL的八強賽已經打了一半 藍山高中憑著出色的個人單打技能以及超強的偷波能力 令藍山高中暫時四箭全勝同能人加相並列榜首 今次就很快分析一下他們的進攻概念 今年的藍山高中給人的印象就是平均身形較高 但具備機動性而且單打能力強 隊中幾位後衛和小前鋒例如宋恩浩、葉維哲、張傑晴等等 甚至中鋒不止階的一對一能力都很強 但藍山高中教練許時清在球隊進攻配置有一個概念解放藍山的進攻 就是將中鋒的對位拉出來 看藍山高中的比賽都會留意到他們面對釘人防守 都會將自己的中鋒球員拉到三分線外面 有時會是5-0的陣式 有時會是4-0的陣式 但在4-0的時候藍山都會選擇用中鋒的球員拉出來 當藍山的中鋒拉出來拿球的時候 他們更多會做的就是由中鋒發動的全球 或者是hand off的全球 而他們拉出來就至少會將對手身形最高的中鋒拉到三秒區之外 這樣就能夠令到三秒區出現中鋒的狀態 減低被脅防或者封鎖的風險 藍山高中就把握中鋒的狀態 將球交給宋恩浩、葉維哲等等一對一較強的球員進行單打的強攻 看藍山的比賽我們經常都會見到他們單打進攻的時候 較少會見到脅防球員在佛球線出現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然對方受釘人的時候 藍山的中鋒拉到三分線 對位的中鋒都可以留在佛球線附近不跟出去 但藍山高中的吳志佳就具備了運球突破的能力 而他平均34%的三分命中率 在整個HBL中也屬於中上的水平 令到對位的中鋒不能不防守 就算後備中鋒李進亭的外投能力不太強 藍山高中都會被中鋒打Pick and roll 或者拿球做一些Driple Hand Off 因為Driple Hand Off 中鋒會運球移動 將球手交手傳給隊友 而移動的期間就會令對位的中鋒移動 而這樣也會減低了在三秒區的協防能力 藍山高中在Driple Hand Off之後就會把握換防後的Mismash殺籃 又或者尋找Cut In入攝的隊友 找機會得分 事實上藍山高中球員的個人突破能力的確是很好的 但有了這個進攻概念就會令他們的進攻更得心應手 對方的中鋒被拉出來 而藍山高中的球員橙籃殺入中間 就會令到其他的防守球員要收窄協防 這樣也造就了外圍有更多WOW PIN的機會 我們看藍山高中的比賽都會看到他們早段就會運用這個概念去進攻 當然他們也有超強的偷球能力去換取快攻 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家看藍山高中的比賽就要記得留意了 好了,今次講解就到這裡了 適用就記住戰術,又或者Share給隊友看看 下次見到其他精彩戰術我會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記得Share、Like和SubscribeSkillLab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記得FollowSkillLab的Instagram